上線推出老人福利 從12月1號開始 經老卡不只可以搭公車 也可以搭計程車 但是轄區內計程車司機 大部分沒有刷卡機配合 意願也不高 南投縣政府表示 因為合作有勤款派車問題 所以無法針對個別計程車 而是與車隊合作 現在目前可以上線的計程車 大約只有三分之一 將近三分之二 沒加入車隊 放低門檻成立類車隊 還在進行中 計程車司機加裝意願不高 因為得先付出成本 大部分都在觀望 要先拿五千塊出去的押金 然後每個月要五百塊的租金 然後你來服務這些人 他剛開始政府又沒有什麼補助 什麼都沒有 你叫人家 時機去多花這群錢幹嘛 經老卡像油卡一般 一刷就可以 用來搭計程車非常方便 但是老人家去抱怨 看得到用不到 而且用經老卡做計程車 必須打車隊的轎車專線或下載APP 難道線內計程車業者成立類車隊 因為經費問題目前還在卡關 為了先處理使用程序 老人卡搭計程車 真的成為一項好聽不好用的福利 TBS新聞 陳家貴無熟平 南投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